被女精灵和手梁主等亲吻 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绝对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后宫福利番 女主言听既从还被收服当成奴隶 就问哪个猛男可以顶得住 男主版本拓针是一个平凡窄男 但在游戏方面的造诣却极高 被游戏玩家尊称为大魔王 一天清晨睡醒 却发现眼前出现两位少女 出现在她的身前主动亲吻 而她造型竟是游戏中的大魔王 是眼前的两个少女将阿珍召唤到游戏世界中 打算将阿珍变成奴隶 从没有跟女生打过交道的阿珍 看到两个女孩在争夺自己 一时间尽不知该如何开口 于是就中恶病上身 以大魔王的姿态 要求两个少女握手言和 奇怪的魔法在这时候发动 少女性对阿珍言听计从 波耿平空出现两个项圈 原来是阿珍手上的魔王戒指 可以反弹一切魔法 于是本来施加在她身上的奴隶魔法 就反弹给了两位少女 无奈的少女只能带着阿珍回城寻找 解除奴隶魔法的方法 三人找了一间旅馆住下 却碰巧只剩一间屋子 想到今晚可能要跟两位漂亮女孩同居 阿珍拿受了之刺激 而这之后 魔法师协会的人找到了阿珍 要求她解开农历魔法 但阿珍是真的不知道解除魔法的办法 她表示自己也很无辜 瞧瞧这是人说的话吗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但会长这次拜访了真正目的 其实是邀请寿文阳雷姆到协会来 和雷姆却表示不愿意 这让阿珍察觉到了雷姆 绝不是表面那么平平无奇 不等她犹豫直接将雷姆扛在肩上 准备带回房间好好严行拷问 于是你就可以见到雷姆脸红害羞 最后还哭出了让人怜惜的一幕 原来雷姆体内被封印了一个大魔王 是这个游戏世界最强的boss 一连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可怕存在 雷姆被负责需要消灭魔王的责任 但是这个秘密是很惊人 可她是真的平平无奇 拿什么去打败魔王 于是故事在这里才开始正式进入主线 真正的后宫武力才刚刚开始 因为伴随着剧情发展 而出现的女生简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后来阿珍跟雷姆二人来到工会接任务赚钱 有拦住这个龙奥天的存在 S级的任务都能轻松解决 但万万没想到 他们竟然接到一个假单 目的竟只是为了把金发女精灵雪拉 骗到这里 而雪拉的身份也肥同小客 她是精灵王国的公主 但她没有任何权利 甚至一旦被抓回国 就会沦回家族继承血脉的生育工具 了解具体情况后 阿珍决定帮助雪拉脱离家族 于是直接开大解决了杂鱼 在战斗结束回到旅馆后 雪拉被阿珍的行为感动到打算 以身相续 竟直接碰到阿珍身上表示感谢 就问这 有哪个魔王顶得住啊 有个热爱女性 以保护世界少女为己任的战士 找到了魔王阿珍 她听到阿珍将两位少女受作奴隶后 特别愤怒 于是打算来挑战阿珍解放少女 但事实证明 新世纪少女只会影响出刀的速度 当打完后 雷姆跟雪拉才站出来解释缘由 自己是无奈成为阿珍的奴隶 并不是阿珍把他们变成奴隶 听完解释 黄毛顿时表示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没事了 黄毛连忙离开这里 再不走 他真不知道自己还会被揍成什么样子 之后阿珍在做任务的时候 遇见了魔物其成的一幕 成百上千的魔物疯狂冲向城市 而带头冲锋的情是一位白毛奴隶 虽然这些魔物对城市威胁巨大 但对阿珍来说 不过就是送经验罢了 于是遣散城外看守 自己担强匹马与魔物对抗 这些杂鱼根本不够阿珍打的 虽然领头连艾文站出来挑战阿珍 他是魔族最强的士兵 但却伤不到阿珍一分一毫 就连最强的大招都被阿珍轻易挡下 但这次陆冲却只是一个谎子 真正的目的是 在城内的一个魔法师 被魔族教唆而甘愿变成魔物 然后打算袭击工会会长破开结界 会长和雷姆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知晓雷姆遇害后 阿珍也不想再玩了 一个大招白色猩猩 瞬间秒杀了所有魔物 可艾伦却没有死 只是全身一无被能量粉碎 来不及多看两眼 阿珍急忙赶着回去城内 一个传送魔法就来到雷姆身边 这次阿珍是真的生气的 对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最后被阿珍永远地封印在了黑暗空间 虽然无敌 但过度地使用大招 也让阿珍的眼皮险些耗尽 于是这几天都变得无精打采 只能好好休息 身为奴隶的雪达和雷姆 子弹是守在他的身边 各种福利的阿珍 差点连HP都要流光了 等他缓过来后 却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雪达的家族为了招他回去 当传承血脉的生理工具 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不仅发出高欧悬赏金 更是声称准备进攻度势 阿珍找到领主 明确拒绝交出雪达 标识雪达只是想要自由后 领主不仅真的放过逮捕雪达 还派了一个红毛骑士西亚 协助阿珍解开他们身上的 努力魔法 于是阿珍身边就集结了 各种属性的妹子 他们一起逛街 一起寻找解除魔法的办法 所以一段无休版才能看到的 福利画面在这个时候上演 等到夜晚众人在休息的时候 一段悠扬的第一声响起 原来是雪达的哥哥基达找了过来 他突然转变态度 表示尊重雪达 不愿意回去的想法 结果在隔天 雪达就突然表示自己愿意回去 这让阿珍很伤心 整个人摊在床上都不想动了 雷姆过来关心他 表示雪达可能是身受魔法蛊惑 原来 吉达的敌声可以改变族人的意识 他把雪达抓回去 关了起来 还想立刻就让雪达变成短狼 史莱姆不断开始侵蚀雪达的衣服 就在雪达留下不甘的泪血时 阿珍及时赶到 一等变轻松起终的精灵族的军队 和吉达却还不甘心 想要继续控制雪达的意识 从没有动用过奴隶魔法的阿珍 在这个时候使用魔法 寻找雪达真正的想法 当他哭着喊出 我想要自由时 阿珍也彻底愤怒了 面对吉达召唤出来的精灵幻兽 他直接启用大招 瞬间秒杀了幻兽 但我问完没想到 灵主之所以会同意阿珍 不要抓过雪达的请求 完全就是打算利用阿珍 去削弱精灵族的战力 其他人头被他砍下 他竟还不放过阿珍 是因为战士的他 是阿珍的绝对可信 因为魔法师绝对不能被禁声 但别忘了阿珍被冠以魔王的头衔 最终灵主也被打败 阿珍和灵主定下协议 两方互不干涉 这次大战又让阿珍涌光了眼皮 卧床不及的他被会长关心 结果不生气有力的他和王后 竟主动扑到了会长 吐尔罗利 这到底有谁能顶得住啊 后来魔族士兵艾伦找到了雷姆 说他有办法召唤他体内的魔王 他有信心阿珍 绝对打不过魔王 于是一群人聚在了阿珍 刚被传送来异世界的地方 只不过召唤魔王的方法很特别很羞耻 我不好意思说 从另一个表情来看 他好像很享受 可晚晚没想到的是 魔王竟然是个女的 而且还是双马尾罗利 刚被召唤出来的他 竟忘记了如何使用魔法 本该毁灭的那些他 却因为这个情况而不想杀人了 只想去吃好吃的东西 甚至还立下flag 要吃光世界所有的饼干 于是库尔姆就这样加入了阿珍的队伍 每天走走逛逛 好不介意 世界的和平竟是因为小饼干 阿明饼干 也怕是万万也想不到 他就这样无形中拯救了世界 但阿珍身边的西亚是个魔王崇拜者 他对世界和平没有兴趣 只想见证魔王毁灭世界的那一刻 结果 好不容易等到魔王复活 却是一个傻子 于是他吃鸡带了库尔姆和雷姆离开 网成他们是魔王的人 而交给了圣骑士审判 于是雷姆就被靠了起来 打算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 库尔姆不愿看到雷姆受到伤害 而暴露了魔祖的气息 这道圣骑士将目标转向了他 结果雷姆跑过来替他挡了一剑 看到雷姆却留不止的样子 库尔姆彻底失控 绝境了魔王之地 而这就是西亚的计划 让库尔姆感受到愤怒 从而绝境 面对完全体的库尔姆 阿珍始终浑身解数 都无法打败他 就在阿珍无人为敌之时 却他已经用恢复药水 救活了雷姆 在看到雷姆后 库尔姆的意识恢复平静 又变回了那个罗地魔王 虽然世界又一次陷入和平 但是阿珍认为 这是一个绝对的威胁 绝不可以让这个场面再一次发生 于是提出了一个办法 想要把库尔姆也变成奴隶 这个想法很大胆 而魔法的施展还得接吻 这也太会玩了吧 之后没有再出现什么新男女角色 本以为会以福利方式 给本番划上句号 结果我万万没想到 编剧竟然开始洗白洗衣 他跟艾伦被魔族追杀 身受重伤两人来到阿珍身边 结果西亚挟持了雪塔 要求库尔姆救治艾伦 然后解释自己从小 坚持到人性的伪战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样子 让人唾弃 所以他在为那些扭曲 想杀光所有人类 说完竟拿着刀 要自我了结 结果被阿珍拦下 表示他不需要 为那些丑陋的人类发声 他只需要为自己而活 总会有人需要他 虽然没有直接表明 是自己需要 但事实证明 西亚在阿珍的嘴巴下 成功加入了后宫大军 这部番的剧情跟常规荣耀天后宫番 没有太大的区别 基本就是做人物发福利 但福利就是这部番的最大卖点 没有超纲却在边缘疯狂试探 以至于剧情好不好看 已经不重要了 否则 在这一幕替魔王酷尔姆 打那一剑就能被各种吐槽 人家可是毁灭世界的大魔王 被担除这个bug 各种魔法轰炸都还能活着 更别提小漏的一剑 三秒就能至于恢复 所以这就是关心则乱 而你感性 这部番还有第二剑 并且福利画面比第一剑更加强大 还加入了圣女这个角色 不得不说 发福利人家是真的专业 最后我得说下这番的名字 不然有人怕是要发刀 说我掐毒石了 它便是2018年的神奇动漫 《一剑少女召唤术》 《一剑少女召唤术》 《一剑少女召唤术》